另外 巫统大会今天也正式的来到了尾声 来自柔佛古来的巫统柔州代表莫哈默加菲尼 今早在制政策演讲的时候 就以自证腔圆的华语 向一众的丹荣彼爱选民来谢票 他更表示 国阵现在已经重新赢回了华裔选民的信任 另外 巫统五级牛乳区部主席拿督奥马 也以中国人获得身份证仪式 怀疑行动党引进外籍幽灵选民 目的就是击垮巫统的国会议员 国阵在丹荣彼爱国席补选 赢得超过一万多张多数票 让一众国阵有党党员从政士气 巫统柔佛州代表莫哈默加菲尼 今天在最后一天的巫统大会上大秀华语 感谢马华为国阵夺下丹荣彼爱国席 重新赢得华裔选民的信任 华能中心获得华族对国阵的信任 不要让我们失望 加菲尼坦言当国阵宣布有马华上阵丹荣彼爱不选时 马来社群内确实出现愤怒和失望的声音 不过柔佛巫统和丹荣彼爱去部 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决定 国阵已经在当用北爱 失望了15,086票多数票 无论发现什么事情 我们会继续支持国阵 另外巫统五级牛若尔去部主席拿督奥马 以中国人获得身份证一事为例子 抨击行动党通过这种方式引进外籍幽灵选民 企图击垮巫统国会议员 另一边乡今年也是巫统在第14届大选败选后 首次提出修改党章的提案 昨天获得党员们一致通过 当中包括了修改条款 扩大与各族之间的合作 有关条款产明 巫统将根据基本人权 马来人特权 土著 沙巴子民 以及原住民的权力 形成一个多元政党 团结各族马来西亚子民 另外巫统也将入党年龄 从原本的18岁以上 改成16岁以上就可入党 至于附属党员方面 巫统也允许非政府组织 以及没有在巫统区部及支部 登记成为党员的人士 登记成为巫统党员 NTV7综合报道 99% saluran 2 2 6 1